经常在网上看新闻的人 应该都知道九年前的韩国娱乐圈 曾经有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丑闻 这就是让世界认识韩国娱乐圈的张子言事件 年轻生命的陨落 揭开了外表光鲜的娱乐圈 最为黑暗的一幕 张子言曾经在《流星花园》中饰演配角被大众熟悉 他于09年的时候被发现自已 生前留有多封遗书 其中揭露了娱乐圈中的各种内幕丑闻 包括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生前被经纪人殴打 抢过自己去陪一些大人物 最多一次一个人服侍四个男人 遗书控诉了韩国各个层面 累积三十余人的受刑 让人无不为之心痛 在当时 这件事情虽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与反响 但是唯一被判有罪 却只有张子言公司的社长 他以强迫陪酒的罪名 被罚了总计划算为人民币十四万的罚款 缓刑两年 这个结果可以说引起了韩国各界的强烈不满 终于在九年之后 民众上书请马台 让这件十个九年的张子言案重启调查 但目前所得到的情况与结果 却让人更加难以接受 随着案件调查的不断推进 各种新的证据也随着深入而不断的被曝光 检方也是对于张子言原来的经纪公司 再次做了调查 发现其老板金某为了招揽经纪公司的生意 而特意满下小别墅改成了私人会所 意在于用女性来招揽自己的客人 其行为让人无法将她和娱乐圈人前的形象做对比 这种别墅总共分三层 其中第一层作为酒吧公客人使用 而第三层则是VIP包房 一般像张子言这样的女明星都会活动在第三层 至于具体用来做什么 想必也不用小编多说 大家也可以猜得到 而一般只要有大人物光临会所 前面的工作人员就会提前下班 而张子言则会在三楼陪大人物 往往第二天来的时候 只有一地的剩菜和酒瓶 而除了这些 里面的工作人员还经常看见老板在张子言等人的酒里 加入一些刺激性的东西 大家其实都知道那种药会让女人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但是老板为了拉拢自己和大人物之间的关系 不会去管这些事情 除此之外 张子言还常常被老板强制性 要求喝下某种中药 非常难喝还不知道作用是什么